份量超級浮誇的羊肉炒麵 丟到像小山丘那麼高 第一次點炒麵的人 可能會嚇傻了眼 不但份量巨無霸 價錢更是超級銅板價 內用百元有找 這樣的價格在台北 你絕對看不到 我之前這一間 已經放在口袋裡 那非常久了 然後跟今天剛好休假 就特地過來 真的很好吃 又大份 你有覺得很驚訝嗎 有 有 一上桌就 哇 哇 這樣我吃得完嗎 它的麵真的超級大 大概就是 兩 三個人一起來吃 大概都吃不太晚 你覺得它的麵好不好吃 好吃 怎麼樣好吃 口感很好 味道不錯 我覺得說這麼大碗很離譜 不用本錢的嗎 怎麼賺錢 沒錯 別懷疑 老闆就是佛心來著 不是因為採訪 才給我們特別大盤 你看每個人 都超滿足的表情 就知道老闆用料不手軟 而且品質不打折 它這個部位 就是羊腿的部位 羊腿的部位呢 有一般在國外的廠商的話 它會取下它的肉 來做羊膏羊捲 就是羊男的部位 它是屬於羊汁裡面來講 是最好吃的部位 因為它的部位呢 非常的嫩 而且帶皮 帶骨 就像我們所謂的 三層肉一樣 這個地方呢 就屬於像羊胸排 一般你去外面吃 所謂可以吃到羊排湯 排骨湯 就是這個部位 選擇飼養8到12個月的小羔羊 每一個不同的部位 有著不同的料理方式 不論是暖身又溫補的羊肉爐 這口味可以多爬好幾碗份的 公寶羊肉 還是有著當歸香氣的帶皮羊男湯 美味都是初次老闆周焕欣之手 我是台東人 從小在台東土生土長 國小國中到高中 然後從高中一畢業之後 就上來台北 原本面目功科的周焕欣 因為在家鄉缺乏工作的機會 於是北漂發展 當時他的想法很單純 只求三餐能夠溫飽 那時候有朋友在做餐廳 他就說做餐廳不錯 中餐也有吃 晚餐也有吃 然後甚至連下班的時候 都會有一份的宵夜可以吃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個工作環境不錯 就毅然決然而就下去做 我剛來台北學廚的時候 因為碰到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師傅 他就跟我說了 就是在早期的台灣 沒有所謂的天天有魚 有肉可以吃 所以一般的平民百姓 他就只能用丹去做料理 這道古早味高麗菜 做法看起來很簡單 但要好吃並不容易 首先要把蛋炒到蛋酥香 再加芹菜番茄下去拌炒 味道有點像是宜蘭的西魯肉 口感豐富又有營養價值